圆明园是清朝皇家园林 位于北京市海淀区 始建于1709年 由康熙帝下令修建 它是中国古代皇家园林中规模最大 内容最丰富 建筑最精美的一座 圆明园历经康熙 雍正 乾隆三朝的兴建和破建 形成了以大型庭园为主的建筑群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三山五园 吉祁山 玉泉 万春山和长春园 齐春园 至果园 西春园 建章园五和园林 圆明园不仅是皇家园林 也是重要的文化艺术中心 园内建有大量文化建筑 如意合园 长廊 宝慧阁 御花园等 还收藏了大量珍贵的文物艺术品 包括书画 玉器 青铜记 陶瓷等 圆明园曾经是清朝皇帝及其宫廷成员的宫殿和游乐场 也是中国历史上文化艺术交流 学术研究和国际外交的重要场所 不幸的是 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 英法联军攻入北京 将圆明园洗劫一封 毁坏了大量的文物 艺术品和建筑 这场惨烈的战争使圆明园遭受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如今 圆明园已成为中国文化遗产中的重要一部分 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悲痛的记忆 虽然圆明园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遭到了破坏 但是清朝政府仍然在其余建筑中进行了修复 然而 在1900年的八国联军入侵期间 圆明园再次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许多文物 艺术品和建筑都被洗劫一空 被掠夺的物品大多被带回了欧洲 这场破坏远比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破坏更为严重 因为此时圆明园的许多建筑已经得到了修复和保护 清朝政府在此后的数十年里对圆明园进行了修复和重建 但是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 清朝政府被推翻 圆明园的修复工作也被迫中断 之后的几十年里 圆明园一直处于荒芜的状态 直到20世纪80年代 中国政府开始对圆明园进行大规模的修复和重建工作 如今 圆明园已经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旅游景点和文化遗产 尽管有些建筑和文物已经无法复原 但是仍有许多重要的建筑和文物得以保存 并成为了许多游客和研究人员的重要目的地 同时 圆明园也成为了中国和世界上许多人心中的一个象征 代表着中国古代文化和历史的挥霍 近年来 中国政府继续加强对圆明园的保护和修复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护这个重要的文化遗产 这些措施包括对建筑物的修缮 文物的修复和保护 对游客的管理和阴导等等 同时 中国政府还积极寻求国际合作 希望通过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组织的合作 更好地保护圆明园和其他中国的文化遗产 圆明园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不仅体现了中国古代皇家园林的独特风格和历史演变 更展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佛大精深 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遗产 圆明园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财富 更是世界文化的宝藏 应得到全世界人民的共同保护和传承 除了文化价值 圆明园还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圆明园是中国古代园林的代表之一 其建筑和园林设计充满了智慧和创业 在圆明园的建设中 不仅使用了先进的建筑技术 还融入了许多自然科学的理念 如水文学、气象学等 反映了古代中国人对自然的认知和探索 此外 圆明园还有丰富的艺术价值 园林中的建筑 雕塑、壁画等作品 展现了中国古代艺术的精湛技艺和独特魅力 其中 圆林中的十二生效铜像和八卦石柱的文艺 更是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中 独特的神话和象征意义 总之 圆明园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遗产 不仅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和历史的辉煌 也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力 它的破坏和保护历程 反映了中国近代史的沧桑巨变 也提醒着人们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性 因此 我们应该认真对待圆明园这样的文化遗产 将其传承给后代 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欣赏其中蕴含的价值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